作为第十二届海峡论坛的主要配套活动之一,第八届同名村新联新联谊活动9月21日在福建厦门举行,活动以居同措共守万为主题,两岸同名村中卿参与其中讲述敏台居住文化的一脉相承,推动两岸相见相创的交流合作。 说到两岸的同名村,不得不提板桥,台湾新北市有个板桥,而在厦门吉美也有个板桥。张文总是厦门市吉美区板桥智门院管委会的秘书长,他告诉记者,三十多年来,两岸的板桥人频繁走亲戚,已有超过60批台湾板桥中亲回到吉美寻根交流。 我们都经常交流,经常恳亲,包括台湾那边,他们如果有举办活动,都邀请我们去参加。 比如说我们吉美板桥这边有记组举办活动,他们也敢过来,我们这个民间的交流从来没有间断过。 毕竟我们是同中,同名村,都是同个燕源的,所以我们的感情就是这样保持下来。 当天的联谊活动共分为双雁归籍,家的荣耀,手腕相助,三大篇章,采用线上加线下的方式进行。 两岸同名村中亲通过现场加VCR的方式,共序亲情友谊,畅谈两岸同名村的历史渊源。 我们从台湾过来参加这期活动,身体感受非常的,这边的人非常的热情。 我是几乎每一年都有来过,新年的感受比较亲切,因为有这六个字,同名村,新年先。 一方面是参与了解,增进两岸中亲的一种感情。 所以这项的活动,从我的感觉来讲,确实是得到了两岸的中亲,他们的积极的响应。 感觉到这项活动的抑郁非常的重大。 手腕的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家吧,因为他的这个感情,寄托了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。 记者了解到,福建是台胞的主要祖基地,台湾一些村落所灌集的地名,与大陆祖地同根、同源、同名。 历史上,台湾和大陆两地民众互有迁移,其中移民越汉民移民台湾居多。 先民到台湾后,聚足而居,把自己在大陆祖基地的地名、街巷民、宗祠民、寺庙民等,作为在台湾新聚居地相应名称,并沿用相同的谈号,沿用传世被字序列,即是同名村。 实际上两岸啊,这个人民之间的交流,实际上是很有文化底蕴,只是说我们应该把这个文化底蕴大量的瓦解出来。 我们福建在推动这个同中啊,这个同名村啊,以及这个两岸的民间民俗文化的交流啊,是最能够贴近台湾的基层民众。